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就说了两件事 我们的敬爱是中国 传媒大叉作英国人喊我了 网民大反车 别喊人了 我不敢说这句 伟大中国 我怎么敢说我们伟大中国验人 你肚子饿了吗 我第一句问我住在英国人 住在英国人,你肚子饿了吗? 你是不是在捱我? 我等下和你分享 另一件事 就说英国流的6月份流的下跌 创了2009年最大跌幅 又这么说 吃吃吃吃吃吃都不肯跌下来 还不停加上去 这个已经预算了 我都觉得 如果他这几个月 流昂是不懂得减 加上去,一定要跌下 我真心说 我都觉得他一定要跌下 在说这两件事 支持分享一些东西 今天我有个客人 他在曼泽斯达来的 其实是来玩的 不过意咬茶 就是这样说 他在那里看证 我帮我弄一下 我再说几句 因为他的脚 以前在香港找人看 看完都没有跟他进入位 脚伸了 走得很辛苦 容易跌下 我跟他弄了两次 我弄了两次 我弄了两次之后 跟他弄松的位 那他弄完之后 那个位置適合了 将来很难 怎么说呢 没有那么容易跌 走得来更顺 他多谢我 做了一块牌给我 那我先多谢他 我其实是第二次收到一块牌 但为何这次有拍照呢? 因为上次收牌 没有拍过他拍照 为何呢? 我没有那么意识 今次我说 不是了 我立刻抓住那个人 你给我拍照 不是一会儿 那些人以为我自己 自己 自己 自己弄一张东西 自己给自己 那我聪明 我抓了 那个客人 帮我拍照 哈哈哈哈 就是证明 不是把自己做出来 哈哈 那要稍稍一点 先说了今天 六月份 下跌 其实大家预计了没有? 其实我之前的节目也说了 我预计如果 英国楼市会跌的 跌到10% 你都可以了 都差不多了 我觉得是10%左右 当然不会有些报纸 说要看20% 当然 如果有些突然之间 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你说会不会跌20% 过20% 我没有水晶球 但正常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10% 看看他说 有传媒说 按揭公司机构 周五表示 截至6月12日内 英国楼市跌幅 创作2009年最大跌幅 重管数据按揭以外升 接着 现在说了什么 National 又表示 与过去6个月相比 英国平均楼价 继续5月份下降了3.4% 最新又下跌了3.5% 不过 当地6月份楼价5月份上涨0.1% 分析师预计6月份楼价下跌0.3% 按年下跌4% 按年也是下跌4% 接着 英国楼市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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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加息 企图益压高涨 行业机构 也一直吹 今年下半年有80万宗 固定利率按揭需要再融资 什么是再融资 合约到期 再谈新合约 新合约 再订供楼的利率价格 所以 经常有人很害怕 这些人会砍楼 其实之前 那些集合 Chris Scott 都说过了 有机会 贵价的楼有机会被人砍出来 以及高cancel tax 即是到以上的楼 有机会被人沽出来 因为是什么 以上的cancel tax 贵 加价二十几个% 所以有机会砍出来 即是越贵的楼 越贵的楼 和越贵的cancel tax 的楼 沽压的压力 特别大 这样说 那会不容易 还有有人问 Chris Scott 因为我那集有说 叫你买政府楼 ex-cancel house 他问我什么叫ex-cancel house 其实很难回答你 你买楼的时候 可以问个agent 其实我们这些 倒一时 去看楼 我一看就大概猜到 哪些叫ex-cancel house 要是这样 我随便找些给你看看 因为在我那边附近 譬如我家店附近的 那些全都是ex-cancel house 我开一点给你看看 你去看楼的时候 你问清楚 好像这类型的楼 有石米 好像石米 这些楼 通常 外场的楼 都是ex-cancel house 但有时候 这些也是 好像我家店 楼上这些楼 和专屋 都是ex-cancel house 所以 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最好问A长 不要问我 因为我不是卖楼给你 对 就这样说完 所以你有什么 要问你 说另一件事 英国人叫我了 大家用两个时间 想你叫我了 或者信不信这宗新闻 我就不太相信了 你看看这个超级市场 始终在中国最少的市场 但在英国的超级市场 你只是说这件事 不要说其他 你看看他卖什么产品 我以为他第一张照片 没有放大 我看看我可不可以 放大一些照片 看看照片在卖什么货品 打光隔键 起光隔键 都看不到 但我相信 他应该是在我们伟大的 国家的超级市场 一个人都没有 你竟然说 英国人捱我了 不是吧 哈哈哈哈 好心你上网拍几张 去人家英国的超级市场 拍几张照片 上来说 可信性会不会高一点 你看看 这么多张照片 哪里有个金头发白皮肤 一个都没有了 老闆 那你怎么知道 英国人捱我了 难难说什么 所以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看这些新闻 什么自由时报 看完 我都觉得 原来他真的很关心海外华侨 所以看完真的很开心 说一句话 英国人捱饿了 我还没见到 我今天去喝茶 我有个正宗 今天下机 不不不 前几天来了 鸡拉斯哥住 我去一家 今天一家四口找我喝茶 我去请我喝茶 多谢他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都遇到有两台 除了我依台之后 额外有两台客 是我的客人来的 你说他们狂 哪里狂 狂 狂就不要喝茶 所以英国人捱饿了 我真的还没见到 我真的还没见到 真是很搞笑 英国物价高升 我会在研究 说真的 你出去吃就贵 家里吃很便宜 有研究显示 因为食物通质风险 历史新高 对数百万计的英国 民众来说 爱我终结成为新上拉 一份慈善机构报告 指出在英国去年 有七分之一的人物 有足够的钱 免得爱我 哎呀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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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报道 中国网民反应大翻车 纷纷痛苦 先把自己家管好吧 哎呀 这样讲话 这么不得体 当我们资商为父吗 哈哈哈哈 不是吧 这次你们这么醒目 中国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 央视陈大传媒、官媒、29号报道 英国人吃不饱 这个消息 请大肆宣传内容称 英国慈善机构 特拉斯基金会 28日发布 显报告显示 过去七月份 七分之一的英国人缺钱 面临飢饿困 有没有人受到困扰 有不介意你出来告诉我 又或者你身边见到的 外国人真是受到困扰 你告诉我 让我们知道 他的抗英德审物是真的 我也想证实它是真的 是吧 就是我们要 就是这么说 我们也想证实一下 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 报道这些事是真的 然后又吹 这个基金运动营 英国最大的 食物救济机构 网络 管理1300家食物银行 报告 真是有人是窮的 看看是什么人 报告搜据 来自2022年5月8日 曾救助于食物银行 有2600人查询 以及咨询公司 同期对4000名英国人 民众调查 各大官媒又在说 反映中国网民批评 洗脑 很多人留言 他们说 要我先反对 待会再继续 这个国九菜不好变了 中国只要统计一下吗 抹黑灭人 自己优秀吗 前天英国 飙航交碑 昨天又说 美国流落街头 今天上午 澳洲又说 飙我喊 下午又说 英国 俄到私环变野 明天又韩国 然后又日本 他就这样写 也有去多网民反孙 希望我援富豪 站出来去街头 派发食物 看人家 公益做得多好 天啊 我援这包免费也没有 那整件事都说完了 不是的 我有时见过 上网的一些视频 就说有些人请你吃雪条 吃东西 即是有人走过去 任你拿 什么人都有拿 送完即止 你拿多少件都不阻止你 但反过来又说 欲华 那些人又是这样说的 在年底的心态 你经常觉得 那种心态 不是那么好的心态 看别人 尤其是送食物给你 社里说是欲华 那别人怎么送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不敢 我真的不敢说去 人民拔博新华社 央视 怎会说假新闻 因为我不相信 我坚决不相信 你信不信你的事 但问题 这宗新闻 我暂时在英国住 我未见到 真的有人饿 肚饿 没有钱吃饭 我真的一字都未见过 那怎么办 我最多努力点去求证一下 我记得向大家呼吁 如果真的身边有人捱饿 听到我这条片 记得留言告诉我 你真的见到有英国人捱饿 要去食物银行的 麻烦留言 证实这件事 我们一起见证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留言 和赞分享 再见